大家好 今天就来到 Time in a Bottle 在这个西九文化自由空间的 这个Free Space 的这里 就是支持我的好朋友 高世璋 Leon的一个 Time in a Bottle 玻璃之歌的 跨媒体的一个展览 和音乐演出 其实顾名思义 这个玻璃的一个展示 就是他收集当年的香水瓶 其实十四年前 他就第一次在IFC的大堂那边 就举行了他第一个的 这个沉香记的古董香水展 十四年后的今天 就宜斯来到西九 自由文化空间这里 而今次的合作 就是和沖繩的 Curator文化艺术的媒体 并且是结合了 一个香水展示 加上音乐和灯光的一个展出 在开幕这一天 今天我也有幸可以先看了一个演出 就是有不同的国籍的 有小题琴手 有钢琴手 就是一队演出者 其实全部的歌都是Leon的作品 然后他就用 因为这个主题 这个展览 是分了十二个主题 有些就是可能关于战争 或者有些是关于一个希望 或者有些是对爱 或者有些是对大自然 或者有些是对怀旧的东西 对历史 对一个现代化的感觉 其实真的有十二个主题 到最后就是回家 你会见到很贵一的 每一个的主题 他自己都很精緻 还有香水樽也很漂亮 很名贵 很多都是collection 真的很珍贵 有些甚至乎是有香水在里面 Hello, this is Dr. Serena Today I went to my friend's exhibition in the West Kowloon in Hong Kong for demonstration of the perfume not only perfume because he's a music conductor and there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music performance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beautiful perfume vase and it was divided into twelve theme different topic to express how human express your feelings towards different topic 大家好,我是Sarina Haakassi 今天我家的朋友 Lion Kou San 参加了展示会 那些内容是 品牌和音乐 那些内容是 喜欢的的话 我请大家介绍一下 再次讲一下 香水展的举行日期 由14日到17日 在西九文化自由空间 大家要登入去看看 一些不同的时间 以及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气氛 因为其实香港 比较少做香水展 应该是Lion 带出了他的唯一 也是他的珍藏香水 除了是一个音乐家 之外 还有一个收藏家 真的很厉害 不过我一直跟他 有聊天的时候 都知道 其实他都很期待 可以有今次的合作 除了在香港展出之外 其实在12月 亦都会在 金泽那边 在艺术馆里面 是展出的 所以是 除了香港 亦都会在那边 有展出 亦都会 可能有音乐的 一个结合了 一个展览 和一个 动态点的 听音乐的 一个 欣赏 所以是一个 挺难忘的 下手的 谢谢Lion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是 看的时候 究竟你只要看展览 还是你看音乐的部分 都可以在网上 好 希望下次 大家可以再跟下面 去看不同的艺术展示 下次再见 拜拜